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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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上一集 我告訴你,轉眼間 第三台,第三台又來臨了 又來了? 不退後 第三台 登登登 有沒有 怎麼那麼多 股票的概念,買了一台,然後人家第二台再來 可是我有了怎麼辦 那就買便宜一點,他又賣我 又買,第三台又來了 第二台再便宜一點,又賣,那就知道再買 均價的概念 所以現在怎樣,股票回來啦 日常回來,要下注又趁現在 雙家現在很軟 大家看一下齁 今天這個三台有什麼不一樣 其中有一台是不太一樣的 從我左手邊開始齁 17年,18年,19年 那兩台一樣,19年有小改款 所以這台是真的19年,不是19年式 真的19年,真的19年 這個19年的時候才有改這個小改款 今天齁,我們先大約 先跟大家講一下小改款 我跟你講兩邊的數據齁,做功課 那不是像某些品牌 改個去哪裡,你要去哪裡 沒有要去哪,就在這裡 改個頭燈,改個尾燈,加個冷光門檻 幕僅家加兩個方向燈 就是小改款,沒有 通常齁,依過去的經驗啊 馬自達有時候他們的小改款都蠻有誠意的 比如說不只這個配備增加 外型改變,差異最大的就是 新型的配備有這個 全數域的跟車,自動煞車 所以說舊款的齁,它是有手煞車的 新款的改成什麼? 手卡,手卡,電子手煞車 不僅是增加這個配備以外 它連這個底盤結構也增強 避震器也增強,你信不信 它連底盤的這個支幣啊 全部都加出,重點是引擎也有更動 扭力,油耗都不一樣 這個說是小改款啊,事實上 更動蠻大的,雖然你一眼看過去 長得好像都一樣 看不太出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也看不太出來 有啦,我跟你講,頭燈我看不出來 尾燈我就看得出來 這款的尾燈就是這樣方形的 驚艷混動 驚艷 老人家都要驚嘛,水驚 走在路上有沒有覺得 晚上開車,然後跟一個車的時候 然後前面那台車如果是馬山 那台西夏山,你心想看小 一直看小 就是類似喔,兩個眼睛這樣看著 感覺很討厭 我會在車上自己說看小 不會嗎?我不會啦 怎麼那麼陰暗 我之前講過,開過兩個禮拜 我覺得這種車就是 不用花腦筋的車子 你比如說我現在新的那個218 我告訴你,它那個變速箱啊 在低速市區平行走走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乳型的感覺 乳型 乳型 就是還是會有那麼一點點 因為像我,我對於這種 銜接性的那個順不順暢 有一點小潔癖 我為什麼說我有一點那種潔癖 就是我會覺得如果讓坐的人感受到那個頓挫 就好像我們技術很差 就像我們以前開手排車 如果讓坐的人覺得 我告訴你,換換手都這樣 就會讓人家覺得 我們開車技術好像不是很好 那像這種車齁 它就是擁有很順暢的變速箱的顯接性 就是說它的換檔的過程啊 開起來的感覺都不會讓你覺得 有任何不順暢的感覺 所以我說這個車子是很無腦 不用去顧慮自己的駕駛技術 很多人說,那是你不會開啊 你要怎樣 AutoHall要打開啊 要開Sport啊 要怎樣 規定一大堆 如果針對一些 我只想要當個好人 好好開車這樣的人來說 這種車就很棒 因為你買一台車 然後你還要去想說 變速箱會不會壞 變速箱會不會鈍 變速箱會不會鈍 變速箱會不會抖 換檔會不會抖 會不會卡拉卡拉 有意義,你講那麼多 買這種車你都不用去擔心這種問題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啊 你就不要買有疑慮的東西就好了 你有那麼多疑慮 好,看一下喔 有夠小 我看到這位置我都不想進去 你看 這個入口 有沒有看到嗎? 對喔,卡丟了 有沒有 卡丟了,腳也卡丟了 有沒有 這裡你看有沒有 我滴桶 滴桶 你講好笑一點好不好 他平到的 Label會被你降低了 對不起喔 好小喔 所以他這個算是車高 比較高的車 可是 感覺你也 就是縮在裡面啊 我跟你講啦 我們在介紹車子 其實空間還蠻寬敞的耶 哇,頭部其實沒有什麼壓迫感 雖然這個入口比較小 但是它提供了這個 更加的這個安全保護 雖然這個窗戶做得比較高 這也比較差 但是呢 它會讓你非常有安全感 覺得好像放這個堡壘裡面 有沒有 其實齁,你看我180 膝蓋也不會覺得局促耶 有時候 車是這樣 你空間很大 固然很好 但沒有安全感 你知道嗎? 像我這樣一坐下來 我整個腳有沒有 頂在前座 大車有沒有 不管它怎樣 我身體都維持得很穩 我的核心 肌群都有在用力有沒有 所以你看 它這不是空間很小 好不好 人家利益深遠 它是第一個 你邊坐車你邊鍛鍊你的核心 第二個 萬一發生事故的時候 因為你膝蓋頂著 你可以提供非常好的這個撞擊 有沒有 你有沒有去坐過飛機 有耶 然後這樣有沒有 就有一個那個手勢 有啊有啊 然後這樣 雙手抱頭 雙手抱頭有沒有 接受到撞擊的時候 我們膝蓋完美的 加上你核心的力量 是不是提供後座乘客 一個非常好的保護 因為你不會往前飛嘛 前面有一個頂著 欸非常安全 撞到欸 沒事 前面人都死光了 幹你後座還是沒事 你沒事了 為什麼 因為我膝蓋頂 保護到我全身 再加上我核心用力 有沒有 非常安全對不對 你看你一撞到 再加上這邊的頭枕 保護你的頭 棒有沒有 安全 safe 前面都死光了 後座還活著 欸不對啊 應該前面也要活著啊 我們現在坐後座 我們就針對後座 等一下我坐前座的時候 我再說一下前座 哈哈哈哈 啊這個就是 這個不是說不好下車 你們都搞錯了嗎 你覺得他這個路口座這麼小 你覺得很難上車對不對 嗯 不是 這是一種 擁有貴族氣息的優雅 好 他是在告訴我們 不要大拉拉腿開開的 有沒有 上車 我們要非常優雅的 有沒有有沒有 你們看他保鏢人家上車的時候要 欸 顧頭 顧一下頭對不對 所以一樣嘛 我們上車的時候要非常的優雅 欸一個轉身 欸 有沒有 好 要斜這樣啊 一個轉身 然後屁股下來 頭低下來 有一點 閉月羞花的那種 有沒有 害羞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頭要側一邊這樣 真的耶 然後這樣 欸 手放好 一定要連花紙 哈哈哈 手放好 有沒有示範一個安全的上車 有有 下車也是一樣嘛 一樣第一個 動作手 第一個一定要連花紙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當然是腳先出來 對不對 一樣閉月羞花 轉頭 試試不住 欸 欸 然後屁股撅一下 屁股撅一下 好優雅有沒有 人家日本車 想的 都是比你還要遠的 喔不是你們在那邊 泡人家什麼 入口太小 空間太小 都不是這樣子 人家以為我們收了多少錢 反正西沙沙也沒賣 對我們講 反正現在媽 來中間在爛媽 我們媽隨我們講 對不對 我們這三台弄得掉就好了 其他的我不管 如果你以為我要講平整話 嗯 那我跟你講那就老哏 講太多次 每天都在平整話 飯吃 有點像中央扶手 這樣子 這中央扶手外面都有在賣 他這個後面你看 這叫什麼叫 一代式 強國用法你知道嗎 一托式 不然就是一代式 會不會講 親 水水 一代七啊 一代一代七啊 整台車的電都被手機用完了 幹 這一個媽還不便宜耶 後面拉開這個小煙灰缸 上面翻開 一個杯架 信箱有夠小 小到我不知道該怎麼樣 完美的修飾這台車 沒有啦你看 他這個喔 他設計是這樣 往上跳 插進去 平整 拉起來 插進去 就變深了 就變深了 對 我是不知道他們大家覺得怎樣 這個是個人的喜好問題 我是覺得如果是我 我平常我就放這樣 對啊 何必再多持一舉 對啊 除非是你想要偷藏東西在 在裡面嘛 以前我督測的時候真的有 就是 藏什麼 以前比較老的車我記得我印象很深 我督一台 瑞亞特的那個 湯口 奔騰 後座那時候它是沒有做雙層 可是它那個 站板拿起來下面是備胎 站板因為拿起來裡面一包袋子 他來這裡去 情緒內褲 情緒內衣 獨龍磚 按摩棒 飄彈 飲有盡有 五花八門 池上最強兵器都集中在那個塑膠袋裡面 不會變質嗎 不是他本來就是 有一點彎彎的 變質的話其實效果差不多 你是說變質 不是整根變質的 我想說那本來其實就直直的 有人喜歡彎一點點 頭稍微彎一點點 那也有可能 那肅膠會吐音喔 黏黏 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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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喜歡圈直的 他會黃標了 不會 我只是在分享我的經驗 他講到變直變彎 這也是經驗 有嬰兒車 嬰兒座椅 我媽帶家人 這個車可能就有點不定 那我們三台都是頂級的啦 奇怪喔 目前喔 我收這個車 GX3的車我經手超過十台 很奇怪 幾乎都頂級的 為什麼 買馬山都很有錢 還是說真的那個配備的差異性 讓人家覺得選頂級的比較划算 我不曉得啦 我沒有說過不是頂級的 不是 水精 水 頂級 頂 你有語言障礙喔 頂 頂級 你看他這個舊款的這個門板 他用的就是沒有銅線 然後這裡是紅的 對 然後你看新款的 他是有紅線的 然後 整體一個顏色這樣 對 然後這裡也有紅線 有沒有 小小的改變啦齁 這個發動他媽的燈有夠多 現在的車齁 有什麼自動駕駛 或是什麼跟車 有的沒有的 配備 媽一發動 一堆燈有沒有看到 我靠 我還來不及看清楚 哪個燈是 哪個他媽已經熄掉了 我覺得最那個就是 他如果出1.5 但是1.5可能開起來 就不會現在 像現在那麼順暢 因為這個車真的開起來 150之內 都非常的順暢 也不會有那種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我還想要再久一點 可是沒辦法 就是累了 我說不一定真 我知道 對就是本來想多做兩個 說健身嘛 對本來想多做兩個 不行就是不行 心有餘力不足 然後這個就是一些 車道偏移的輔助啊 然後媽現在的車跟 我那個VDN那個一樣 媽還有一堆 這一台喔 比剛剛小改款前的 應該更多 你看因為他有自動煞車啊 有沒有啊你看他這個 剛剛那個有手煞車拉平 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是這樣 啊Auto Hall 我覺得他們是不是都講好的 你看我那218也是啊 那個煞車也是用這個 然後也是Auto Hall 不過這台好像沒有自動停車熄火 不錯沒有 我討厭那個東西 所以你要批分小改款 就看這裡有沒有一支那個 這個狼牙棒 不是手煞車 基本上喔介面沒有太多的改變 這邊格稍微不一樣 舊的我記得這一圈好像是紅色的 四圈 啊改成銀色的 我覺得椅子也稍微不一樣 你可以拍一下喔 他這椅子本來是全皮的嘛 那改成中間是有一點防潑水的布 我不知道這個應該算是 偷工減料 把價錢cost down 然後加配備還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 因為全皮的應該是比較貴 他現在中間改成布的應該比較便宜 我去看舊的我記得是全皮 舊的這一塊是布的 這一小塊有沒有 那我坐起來齁 我覺得舊款的椅子比較軟 新款的椅子海綿比較硬挺 就是它那個比較年輕 比較飽滿 比較年輕的 對對對 對 你懂嗎 觸感的那種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坐起來是比較硬挺的感覺 那舊的坐起來比較像沙發 會有一點點陷下去的感覺 其實這一台車齁 很少地方可以讓我閒 我坦白說 蠻少可以閒它的地方 我開它這兩個禮拜來 我覺得這個車真的 你如果只是每天上車把頭腦放空 這樣開其實真的沒什麼好險 可能舊款式的 人家會嫌說 沒有這些什麼 全數域跟車啊 什麼什麼電子配備 可是對某一些人來說其實不差 就像我現在 我還在習慣218會 車禍放上牌一樣 我真的不太習慣 然後車上媽警示一大堆 一下嗶嗶嗶 靠太近 車靠太近 一下媽打方便 忙點的時候旁邊有車 開電子儀器設備多的車真的很熱鬧 然後連這個也沒辦法讓我閒 就是它有這個 真的有 為什麼我喜歡這個 觀眾朋友應該都知道吧 你會比較短 你會比較短 我會會比較短 老更了 講一次就好了 不要花太多時間 解釋好不好 老朋友都知道好不好 好啦 還有一個啦 有一個不好的啦 螢幕太小 我不知道現代人是怎樣 可能大家覺得花這個錢 螢幕越大越掉 有沒有看到特斯拉 整個都是螢幕 可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最近剛好 開那邊但比較多 所以我又拿它出來講 其實那螢幕我根本就沒有在看 像我啦 有沒有我之前介紹過 我直接就是上車 常駐的電台就是99.7 我就是99.7固定 上車它就開始打電 泰山燈廳那一台 好吃啊 而且我也不喜歡用車子的導航 不管什麼品牌 只要車子的導航 我都不喜歡 為什麼 我就覺得那個可能我年紀比較大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V量也是這樣 我就覺得我要去轉這些東西 然後我之前講過 有些人一上車 要花個五分鐘 手機充電 然後夾好 然後看一下胎壓 手機連線 調好 手機再選一下要聽哪一首歌 今天的心情 今晚我想來點 蕭敬騰 好就是蕭敬騰 對不對 在那邊選歌 這不好聽 今天選不好聽 選歌阿媽就跟選片一樣阿媽 就選10分鐘了 看你很閒喔 你下班還不回家 為什麼藍人下班不回家 我在我家停車場真的看過 他回家了 停好停車位 都沒下車 然後車一直在發抖 我經過開 一個人坐在車上 我回家對不對 忘記拿東西就下來拿 他還在車上 有的是不想回家嘛 因為早回家要早帶小孩 老婆就 阿媽還沒寫功課阿 阿媽 你兒子還沒洗澡阿 阿媽 你兒子教你兒子功課 有沒有 那不如晚一點回家 小孩都睡 我要幹嘛就幹嘛 有些我跟你講 我還在車上跟小三講 強者我朋友 都是這樣 不是你就是你朋友 我怎麼可能阿 拜託我媽的後面有一個 座福靈 背後靈 我老婆媽的黏住 什麼機會 不是 不能再講 就算有機會我們也不會 怎麼叫做沒機會 不是那個原因 才不是因為沒機會 對不起 對 才不是因為沒機會 我最近我就為了我的 B&W沒有抬頭顯示器 而煩惱 人家原來就有配 對 那我就覺得 欸就還不錯 所以我說這台車齁 無論是開起來的感覺 跟配備阿 阿空間對我來講無所謂阿 我本來就不是需求空間的人 對啊 我就兩個人加一隻小狗 阿小狗你給牠個板凳 他就做了 你給牠個箱子 他就窩在裡面了 他沒有差 他媽媽他不會哀哀叫阿 我媽媽我位子好小喔 他靠腰 不是阿 對不對 你就是 懂不懂 狗就是這樣嘛 所以對我來講 這台車的問題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也沒有戶外活動騎腳踏車 放鷹鵝車 所以後車廂的空間 對我來講 其實抑鬱也不太大 接下來就帶大家注意試車 我跟你講啦 這車好看也要命 其實之前藍色那台阿 我想說幹 沒人要買 我就開一兩個禮拜 你好像油咖 對啊 我開了一桶油吧 而且油後還不錯阿 只是喔這種車見人見智 我們不是什麼專業的試車 車評達人 不是因為現在喔 人力不足 又要拍片 又要檢查車 又要鼓車 又要賣車 又要收服 對啊 人就這樣而已 這個就真的喔 印證了一句話 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紀 有想法沒辦法 欸他這有盲點耶 我這樣 我幹阿 我們聊天聊這麼久 沒講到車 幹 這個盲點耶 這個車為什麼 我以前說我們不是專業的車評 所知道的車就是混兩種 對 好賽跟拍賽 我們沒有花力的智慧 再次相調 這個車就是屬於好賽那一種 為什麼 因為座椅不會讓你覺得特別不舒服 它這椅子算軟 它這椅子在馬自達車系裡面算軟的椅子 我覺得它因為它這個家庭取向 所以它椅子做比較軟 然後變速箱的換檔也非常的順 它這個是傳統的變速箱 欸我還沒講 我們那台藍色的還有做全車隔音耶 賣這麼久 蛤 全那台 全那台啊 對啊放了夠久 降價了啦 降價了啦 你有跟人說那台有做過隔音嗎 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欸有的人不知道啊 不知道就代表不是我們本事 不是我們本事的聲音我們不中 現在剛好就要開靠 沒有 其實它原本隔音這個風切聲的椅子就還不錯 那底盤的椅子稍微差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這一類的跨界休旅車的一個通病耶 可能是因為那個輪胎尺寸啊 翻度的關係啊 我覺得它的路面的回收 我跟你講 我開了HRV HRV風切聲是最大聲 機車上是OK可以接受 最安靜的其實我覺得是Kids Kids底盤隔音真的做得好 我跟你講啦 我們就是在做兩面手法嘛 一方面說電池很貴70幾萬嘛 一方面對不對 說Kids好嘛 要有黑臉跟白臉 差別就在於什麼 黑的跟白都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我們是有什麼說什麼 對啊 人家真的好我們就是要鼓勵 但是真的爛 我們說不要就是不要 因為我就是對聲音就是很煩啊 但是這台的風切聲 我覺得其實就已經滿有水準 所以我們藍色的那台隔音在做完後 我跟你講你坐在裡面喔 你又不開冷氣 開室內循環有沒有 你開開嗎 你可能會有那麼窒息 氣密心太好 那個有時候喔 有的那個車子氣密心做得太好 關門會有二壓 痛 會有氣壓 有嗎 你不知道 你沒有做過好車 但是喔 我買一個冰箱 超完關 我以為你是要說 下次好我建的一台好車 讓你知道什麼叫做氣密 有 原來是冰箱 還好啦還好是冰箱 對於台商我只出得起冰箱 我以為是冰箱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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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拿出來 不要回去 你這個尺寸喔 我媽的不知道有沒有適合你的冰箱 到時候喔 如果媽的你的子孫錢賺不夠的時候 沒關係啦 先生不好意思 那藍儀社說 我們沒有這個尺寸的觀察 看是不是可以考慮喔 把它分成兩半 哈哈哈哈 如果是我的尺寸就是比較OK 我唯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蓋子關不起來 喔 那對我來說比較麻煩 可能要做厚一點 那也是切成兩半就好 喔 喔 切不下去是不是 對 幹那刀子阿媽去幹 幹 我會拿那個蓋子歪個洞就好 欸要講一下喔 這個車我覺得真的換檔 就是讓你不太有感覺 所以買這種車 你就不用去擔心什麼 DSG什麼雙離合器 什麼不會不會消費整個堆的問題 嗯 這個就是馬自達這個牌子的好處 它變成這個牌子喔 也是這個禁錮的 就是這十來年的事情而已 所以經由這十來年的觀察 我們現在買馬自達 當然柴油除外 柴油科技還不夠新 因為馬自達原本沒有柴油 它後來才出來了 所以你撇除掉柴油 你如果買馬自達汽油的東西 基本上它的水準 它的保值 它的妥善率 都不用給你煩惱 當然修理 有可能它絕對不是最便宜 對啊 一定不是 因為至少還是日治的 我覺得喔 這種車就是很適合一些說 對車 真的沒有想要花那麼多時間 花那麼多錢 然後你又是個小家庭 你一台車可能想要開很久 那它的火山率 它開起來也不用讓你 思考說要去習慣它 都不用了 這很好上手 它油門很輕快啊 那加速在150公里 我之前講過了 150公里內的超車 絕對都沒有問題 這加速絕對都沒有問題 再加速什麼都不會有那種頓挫感 那所有的配備 一應俱全 我們不要再講 該有的都有 好不好 一應俱全 然後你又跟小事一樣 是不喜歡那一些什麼 自動煞車跟車 WFOA 單純找回 原本我們對車的需求 買這種車就對了 七叉三 馬三也可以啊 馬三為什麼這麼保值 我們不要講新款 現在那個14 15 16 那種馬三也是賣得很好 也是很保值啊 市場上隨便買媽的 你沒有五字頭 可能買不太到前一代的馬三 對啊 那個算四代馬 價錢都掉不下來 掉不下來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有一定的水準 而且再來一個重點 它近幾年的這個造型 真的是不過氣 不過氣的比較慢 所以我覺得一個厲害的設計 流行的東西就是這樣 當它剛才出來的時候 你覺得它很醜 覺得不怎麼樣 它就是越耐看 看越久越耐看 這種事情以前在歐洲比較常見 所以歐洲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經典車 我常常講BMW啊 BMW就是最常發生這種事情 它車每次一出來 就被人家講很醜 像現在新的出來 又被人家說 屁股好醜 屁股好大好醜 我跟你講過三年 你在路上看 你的車這麼帥 所以我們要檢討自己 是我們跟不上它 對 你這樣講 有道理 創新的都是 永遠都是被唾棄的人 所以一個創新的東西 剛出來的時候 它很容易是被嫌棄的 那是因為別人不知道 你走在最前面 可是馬自達現在的一個定位 很有趣 它恰恰好定位在Lasus跟Toyota的中間 它的價位品質等級水準配備 它就是剛好卡在Lasus跟Toyota的中間 而且它又偏向於年輕化 就是外觀跟內裝的設計 所以它剛好就把這一塊吃掉 因為Lasus太貴 對啊 Toyota你又覺得太醜 馬自達剛好填補到這一塊 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近幾年 我看馬自達 這間公司啊 它的設計近幾年來 細節的部分 我覺得水準蠻高的 你怎麼說看細節 比如說配件的這個轉彎處 它的這個冷氣出風口 的這個細節 它的質料 還有這個皮 皮革的紋路 皮質 它這不是讓你覺得 看起來是塑膠的東西 它這什麼真皮 這種水準的東西 你在爽B上面 才看得到 你看高級車也看得到 你看Toyota雖然它也是縫一個皮 也有縫線 你看我們上次是不是 ARIS拆了 可是這個 浪塞浪塞 整個那個細節的質感 沒有這麼好 我覺得馬自達真的包含這個 方向盤的這個 皮革的質感 每一個電鍍的這個東西 讓你看不到這個 塑膠的那個紋路 內裝的各方面 跟外觀轉角 領角各方面的細節處 我覺得它做的真的很細節 名牌包包跟不名牌包包 差別 除了在於資料以外 人家常常講做工做工 就是看細節 好啦所以我覺得這個車真的 蠻適合說 你不想太高調 然後你對車其實沒有這麼的 有興趣 想花那麼多時間在車上面 你覺得你只是要在家庭裡面 提供一個很好的代步工具 然後不用煩惱太多 拖戰率 站在小朋友 然後 以後 賣掉 還有人要 還保值一個車子 就是去 馬自達 不管是CX3 馬自達3 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支持我們做更多 有趣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掰掰 講到今晚兩個字 你知道嗎 今晚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想來點 頂泰豐的小籠包 哈哈哈哈 欸這媽的 現在Youtube 有的是那個啊 現在打醉熊手 灌籃高手 君のすきだ たけにいだ 有沒有 之前是那個 沒有吧 現在是那個吧 銀刀西郎 我沒看到 你都在看什麼 有啊 到處都有啊 沒有啊 你一定都是看一些 穿很短 然後肉胸在煮菜的那種 才會跳出這種廣告吧 還是你都看那種 肉乳溝 然後穿短褲 在彈鋼琴的那種 對不對 對啊 彈鬼滅之刃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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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